头顶瓷砖 膨胀军裂 混凝土全都外露 住在这样的海沙屋 黄小姐连觉都睡不好 在这边煮饭砸下来就完蛋了 都会砸到头 真的不太能等 因为每天应该这样讲 心理层面每天都是担惊受怕 待在家里也怕落实从天而降 台北市超过30年以上的老旧建物 占了72% 大家都在等都更海沙屋最急迫 现在极端气候地震等等 我想我们讨论的不再只是说 台北市民居住的舒适 大家非常关心的海沙屋 来进行射出第八件 我认为是黄金件 推动都更掌弯第八支黄金件 就瞄准海沙屋 第一阶段都更医院整合 超过50% 还没自办公厅会就能申请 第二阶段北市府进场 协助试算办说明会 医院调查达到75% 就能进入第三阶段 公开评选实施者开始作业 目前符合条件的就有33案 海沙屋舰定 不排除在加码 找到隐藏的危险黑数 北市都更才能叫不来 明日新闻下远苏医生 陈恢宏特别报道